大家好,今天2024年11月14号 昨天我看了一个电影,是最近出了的 是罗纳德·里根 然后上个星期,川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这两个人有很多相似之处 再来一看,他们两个都是outsider,都是政治素人 罗纳德·里根是60年代,70年代是 以前都是演员,都不是一个政客 后来他当然是当选了加州的州长 这个片子就是从他当时唐演员 然后刚开始一下子也是被枪击 跟川普一样也是遭到枪击 然后都幸运地存活下来 然后呢,他们两个都是保守主义 然后在里根在成为共和党的党员之前 他还是民主党员 后来他就变成共和党 然后呢,他们两个都是非常好的 会和人民能够交流 里根呢,他从小就是很会擅长演讲 这影片就写到他小时候在教会 很小的时候就站在台上,七八岁就在那背圣经 然后呢,他父母训练他的很多的当中演讲的能力 那川普也是,他是作为一个房地产的这个亿万富翁 他用词很简单,简洁 很多的人都能听得懂他说的话 然后呢,他们可能和他的选民们能够交流 而不是说一些文咒咒的,像奥巴马一样的教授的 说起高大上的话 很难和民众能够真正的沟通 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 当时的媒体都不太喜欢里根 当然这种主流媒体也很讨厌这个川普 然后主流的这个左派的 特别是民主党的这些人特别的恨这两个人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非常坚定的这种保守主义者 在里根1980年那个选举中 他就问了他的选民们 你问自己这个问题 你们比四年前生活是更好了 在经济上是感觉更好了,还是更富了 那么如果你们觉得更好了 那么就选你们当政的 如果不是的话 那么就考虑另外的选项 那就选里根 后来他就大获全身 而川普也这次的选举 也是在问这个问题 然后挑战了现今的这种体制 现在的这种总统 那是不是问老百姓 是不是比四年过得更好的呢 他也问了相同的问题 所以川普说的这个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实际上也就是延续了 也是真正来自于里根时代 那个时候里根上台以后 然后再减税 然后呢 这个发展经济 然后把美国从一种和苏联竞争 从一种垂势中拖了出来 然后经济就一直在八九十年代都非常的好 就像那个川普是在这个 Apprentices 那个实习生里面 是成为家喻户晓的这种娱乐界的明星 那里根总统呢 他原来是演员 他也是 是在娱乐界非常的有名 但虽然他的演艺生涯是只有下坡度越来越的差 而他的前期呢 那个Jane就是得了两项金球奖演员 然后但是这个里根呢 是在一个叫GE General Electronic 这个Theater 一个秀里面当主持人 然后他就是卖一些各种的产品 日化产品 电家喻电器啊 这些这些家喻户晓的一个 他的脸就是全美国的民众都很熟悉他们 所以八十年代的时候呢 我们都听到就是叫里根的民主党 就是说 而现在我们川普的时代就是说 是这种被遗忘的沉默的大多数 所以他们两个都是在民众中 有很多的号召力和受喜欢的程度 是主流媒体很难以想到的 而且呢 他们是都是在自己的党内呢 都属于少数派 而且不太受人待见的 但是呢 他们都是靠自己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 竞选时候的诺言 都是比较实干 那个里根总统呢 他是经常说他支持这种自由贸易 但是他对日本的电器是增加了45%的这种关税 而川普的也是他给美国 其他的欧盟啊 中国啊 这种加了关税 虽然他们都是支持这种 喜欢free trade的这种自由贸易 但是要平等的或者更合理的这种自由贸易 很有意思的就是 他们两个人一上台以后呢 这个里根当时正之前的卡特总统是处于这种 伊朗人质事件 很多美国的人质是被扣押了 听到这个 里根总统上台以后 马上伊朗就放人 而这几天听到这个川普总统要上台以后 哈马斯还有还有很多的恐怖组织 就在考虑就去宣布他们准备听火 说明他们还是很处这种政治强人 这个影片呢还介绍了这个里根总统在这个 他非常的反这个共产主义 反社会主义 然后和这个戈尔巴乔夫 还有其之前的一些苏联领导人 经历的像不仅仅是遏止共产主义 而且是要把他们给改变了 然后他站在那个柏林墙下 大呼戈尔巴乔夫 请把这个墙拆掉 后来他在两年以后 柏林墙倒塌 而苏联这个大的帝国也就轰然倒塌 所以这个里根总统和这个沙切尔夫 也在里面有很多的合作 他们都是从保守主义 而且非常坚定的反对共产党 和这个俄罗斯俄的这种挑战 这个片子非常感人 后来就讲到1989年 里根总统下台以后 然后他很快就得了这种老年痴呆 然后很快的就记不得人了 认不得亲属都认不得了 只认识他的夫人南西 然后他就给美国人民就写了一封感情之声的信 然后就是保佑美国人民 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坚强 然后在他到最后 他最后余生的十年 他基本上就过着非常 什么人都是不认识的这种 非常孤立的一种状态 还比较喜欢骑马 就在他的庄园 最后在2004年去世 美国呢就是还举行了非常盛大的这种国葬 当时我也在电视上看了这个整个的过程 好了 因为最近这是在美国总统选举 所以也推荐给大家看这部非常不错的传记性的电影 它里面用了非常多的 里根总统当时的真实的影像 虽然不是他正面的 比如选举啊 还有枪击啊 还有跟在这个柏林墙前面的演讲啊 还有他最后的葬礼 当然都是真实的一些纪录片的性质 所以这个片子派的是非常的 让人把你带回到遥远的八十年代 那个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他学的时候 就经常听到 美国总统里根的这些 所有的这些事情 好 谢谢 好 谢谢